一场猛烈的太平洋风暴周四袭击了南加州文图拉县和圣巴巴拉县的部分城市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文图拉县的降雨量超过每小时3英寸 奥克斯纳德等城市已被大雨淹没,大范围的洪水导致车辆被困街道 怀尼米港官员对当地居民发出了疏散警告 并在体育馆开设了紧急避难所,会因洪灾被迫撤离的民众提供帮助 当地的101号高速公路扎道口也已经关闭,目前不知道何时会开放 周四清晨,文图拉县当局向部分地区民众发布了龙卷风警报 但至今没有观测到严重的龙卷风活动,风暴也在渐渐减弱 预计大雨会持续到周五,周末南加各地将会迎来晴天 新唐电视台,洛杉矶记者站综合报道 字幕志愿者是OZ macht pakai语声 何 bay的点选有RedD 雷差一是毒ич区认你的声音